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那咱这节课呢 也继续学习PRP的数组处理函数 但这节课呢 与以往的那些支点有点不同 这节课呢 是数组与数据结构 咱前面说过 PRP的数组的功能非常强 强到什么程度 可以模拟 或者实现其他语言数据结构的功能 基本上它都可以实现 所以其实在PRP这门语言里边 咱们是不用学数据结构了 对吧 那能用数组来学一下数据结构 那在数据结构里边呢 最主要的有两种 最主要的一个存储的一个空间 一个是战 一个是队列 那战一般的在别的语言模拟的是什么呢 当然战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是有一个原则叫做什么 后进先出 为大家画图 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是战 就比如说 如果一些男同学 喜欢玩手枪的话 当然不是真人手枪 玩具手枪 对不对 那还记不记着 手枪里边压入子弹的那个动作 那这比如说 这块压入第一个子弹 第二个子弹 第三个子弹 第四个子弹 第五个子弹 对吧 那最先压入的子弹 是不是被最后发射出去 那最后压入的子弹 是不是第一个被先发射出去 那这种就是一个存储的容器 也就叫占容器 那它的原则就是什么呢 这个空间好的地方就在于 它可以后进先出 走这个原则 听着吧 那咱们管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占底 这个地方叫做占底 那后进先出呢 咱不是说叫加出去 往这里往占里边放数据 咱们叫做压入数据 从占里边往出取数据 叫做弹出数据 知道这几个名词了吧 那妹子 什么是站顶啊 上面这也就是站顶 什么是站底啊 下面是站底 那进站咱们称为什么 进站 压入 那出站呢 弹出 对吧 那这几个名词大家要记住 这就是一个站的空间 对吧 那用P2P呢还可以问你一个容器 叫做队列 就相当于上车排队一样 对吧 这里边排了很多 个元素 那队列的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对手 这个叫做队尾 对吧 从这边进 从这边出 所以它的原则是 先进去的 先出来 排队嘛 对不对 排在第一号的就第一个半页 对吧 这就是两个空间 一个站 一个队列 那咱P2P呢 就很容易实现这两种 对吧 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做一个空的容器 AR等于 AR也外 对吧 随便做一个空的容器 一个速度 咱们就管它叫做站 对吧 那起个好听的名字 咱们叫做站 是不好听啊 那才是一个空容器 对不对 开始往里 压入数据 怎么压入呢 其实最好的压入办法 是这样 综合号 等于 数值 压入三个 四个 这是效率最高的 对吧 但是非要用P2P来模拟的话 咱们可以用函数 哪个函数呢 有一个这个函数 因为当经常看手势 我就先不看手势了 好吧 等直接说就可以了 有一个函数什么呢 叫做 IRAY 下滑线 既然是入站 属于压入对不对 有个PUSH 是不是压入的意思啊 对吧 第一个就是你要压入的数据 是不是这个站的空间数据 然后压入的数据 后边你可以写 压入一个 比如说 压入一个 一进去 那我们看一下 数据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呢 大滑红 站 来 我们来打印一下 担心一下 是不是这里有一页 对吧 那我想压入十个的 加在压入几个吧 压入两个 我们这会可以来一个什么 第二个 第三个 看一下 那数据的 你边 是不是就存了三个 我同时这个可以支持多个参数 三 四 五 六 还可以这样行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就都压入这个站了 那他的容器是不是往里进呢 那这是压入站 有压入站就有弹出站 弹出是什么呢 那压入站是从站顶 是不是进去啊 那弹出的时候 它是后进先出 弹心应该弹哪个 对吧 六是否最后压进去的 那最先被弹出 我可以直接输出一下 用A-R-A-Y 叫做P P-O-P 弹出的词 这里边站 就从站里边弹出一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 你看一下 我这会弹出一个 那弹出一个 站里边剩几 剩谁了 是不是六弹出来了 里边是不是少了一个 对吧 就像咱们这容器 出了一个 这个出去了 是不是少了一个 我这会可以连续谈中再弹一个 再弹一个 你看 弹出的顺序 对吧 六五四是不是站在少了 这就是在模拟什么 站的一个数据结构 是不是很容易就实现了 如果用其他语言的话 你得用什么 函数指振 什么比如西语言或者加往 都是很古代形成容器的 对吧 而在我们P2P里边 数据就是这种站的容器 对吧 来我们保存一下 那怎么去模拟对裂呢 怎么去模拟对裂呢 站 什么原则呀 是从 对 从后边进 从后边出 对不对 是不是先出来 对裂呢 是从前边进 从对位 从对不对 是不是呀 那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函数 可以往里加入 什么呢 是 ARI下发线 UN Shift 看到这也懂吗 所以 这就不用站了 咱们就对裂 好吧 对 缩写吧 点 对裂 对裂 这块 也输入一个 对裂 那我可以往对裂里边 看一下 压入一个值 压入一个1 看一下 对裂里边是对1了 那 跟站不同的是 我怎么的 我再压入一个 2和3 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 123 不是321吗 对 他从对手进去 从这边进 对不对 对 从这边进 排队 对不对 那同时也可以压队 这个456 看到了吗 对吧 那如果对裂 采用的是什么 后进先出的原则 那先出的话 是不是还是用弹出 是不是就先出对裂了 比如说 我这里边 我想弹出的话 echo一个 A-R-A-Y 想发现 谁呀 有个P-O-P 对吧 当时说对裂 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对裂是先进先出 最先进去的 对裂什么呢 对裂什么原则 最先进去的 怎么呢 最先出了 对不对 而如果这样写的话 用弹出的方式 现在怎么的 是不是最先进去的 最先出来 刷新一下 一是不是最先进去的 现在是不是最先出来 对吧 这是不是压入的 能力也有问题吧 先压入一 再压入二 再压入三四五 是不是就行了 变裂了 最先进去 这几个是一起 选取的 没有说 它们会反过来 你要想 六三二一 就是这样 刚才的结构不一样 四五六 看到了吗 如果这样的顺序 你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六五四二一 最先进去的 最后最先出来 可以这么做 对不对 我能不能 怎么的 按刚才那说的 最先进去的 最后出来 或者最后进去的 怎么最先出来 对不对 也就是按照这个 最后进去的 能不能最出来 用这个去模仿 你占那种感觉 也可以 就是从对尾进去的 再从对尾出来 怎么办 有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 这两个函数 经常混 一般带幽温 是不是取消的意思 有这意思 所以好多人 都会以为 这个是从数字里边 这个数字对前面 删入一颗 而认为这个是添加的 知道吧 其实正好是相反过来的 OK 所以这个名称别记错了 这提示大家一下 你看我这一添加的话 现在最后加的是不六 是不是六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 用有的这四个函数 咱可以任意的去 前面加前面去 后边加后边去 前面加后边去 对不对 前面加前面去 是不是都可以实现了 这功能 这就是我们 对链和对战 这样的 那数字 咱们从前往取 比如说 我从中间某一个地方取 能取出来 能用下标取就完了 对吧 取完之后再删除 这不就可以做到 对吧 那我如果从中间某一个地方加入 像列表一样 我从第几个加入可不可以 没有 虽然没有这样的函数 但是我们数字一变利 在地底位置加入 是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 什么四个函数 大家可以参考手势 把四个函数 弄得好一些 对不对 其实他平时呢 数字本身功能就只是这个 对吧 你可以用的 也并不说这个不常用 所以大家呢 也需要将这四个函数掌握一下 特别是面试的时候 经常有些人会将 un shift和shift弄回 对弄反过来 这就是面试的一个陷阱的地方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跟数据结构有关的 四个函数 就介绍给大家到这里 好吧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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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